就是他 这三个都出的 大批园警挤在租屋处 现场一名泰国籍男子被铐上手铐 一共带回两女一男 其中这名男子就是造成高雄岗山死亡车祸的 26岁照性驾驶 泰国籍的他带着太太和女性朋友来台 三人一起在木材行工作 但发生车祸当时他已经逾期拘留 又因为开车门 害机车夫妻被撞 疑似担心被遣返 居然汽车逃逸 夸张的是警方查出泰国籍男子是持观光签证来台 不是工作签证 却受雇于木材行早就违法 而木材行争议不断 当地社团在车祸前几天就有民众控诉 大量木材占用车道和人行道 难道要等用路人出状况才处理吗 结果相隔两天就发生一死一伤悲剧 实际回到现场木材行大门半开 业者员工都不在 警方也联系不上 几乎失联一整天 如今堆放的木材 前一天已经被高雄市环保局轻运走 但木材行又是占道 又雇用非法移工 涉及多项违法 警方还在持续追查 TVBS新闻阿娇贤高雄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警方还在持续追查 警方还在持续追查